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6月29日 食肆陷谷底 企出台百亿惊环 因应本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政府宣布食肆禁糖食 减低病毒传播风险 道满经济民生联盟副理事长 道满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任良对此表示支持 相信有助压止社区群聚 让这波疫情尽快得到控制 社会可尽快重回正轨 现时市面仅有二至三成食店继续营业 生意额跌至低谷 期望当局加快百亿惊环措施出台 比中小微企站稳阵脚 他又指 本澳外卖发展迅速 加上外卖配送平台出现 促请政府做好外卖配送平台监管 切实保障用户 商户权益 李任良表示 自禁止食肆食 仅有二至三成食店继续营业 即使有食肆开门 都是半营运或停业状态 生意额跌至低谷 外于疫情严峻 绝大多数市民减少外出 在家里点外卖 他提到现时餐饮业分线上 和线下两种经营模式 一些茶餐厅 酒楼的客源以线下为主 若突然要他们转型线上外卖平台发展 相信难以适应 在人力方面 他指因应疫情持续影响 经济环境下滑 管务失业率持续高期 政府不断缩减外劳颜 希望可以保失业缺口 液下物一刀切削餐饮业外固颜 他认为大型企业 可以承受缩减外劳颜 但对条件不优厚的中小微企 就难以承受 除增加经营成本 在短时间内空缺的缸位 未必能够填补 即使可以找到人 他就可以直接上缸 不用培训吗? 令到中小企的经营百上加根 希望政府不要在这个艰难 时期削减餐饮业的外固配颜 建议针对失业人士推出更多培训计划 提升雇员竞争力 另外面对液下供应链运作受阻 物价上涨 李任良认为政府 已根据各经济体具体情况 针对性财性应对政策 李任良又指 今次疫情来得突然 打乱正在度复苏的经济 恒特区政府不断推出各种相应措施 援助社会各界 并因应疫情变化再推百亿经济援助措施 体现特区政府急民所需 援解企业困境 值得肯定 他期望当局加快出台百亿经援措施 及时有资金支援有助中小微企站稳阵脚 落实 稳经济、补就业、顾民生 疫情下 10间店有8间虚钱 精准支援至关重要 对不少餐业界人士反映 所经营的连锁餐厅有4间营业 但经援措施仅有一间门店受惠 有感援助补贴有不到位之处 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作出考量和优化 监管外卖平台保障行业消费者 他直言 近两年 本路外卖店发展迅速 加上外卖配送平台出现 不少中小微企军会转型 通过加入外卖平台开托客源 维持经营 但不少商户对外卖平台可说 又爱又恨 争议不断 作为进驻商户 一方面期望透过平台增加生意 另一方面 却因平台服务费繁复 结算周期涌场 或不合理收费等问题 导致中小微企出现资金周转不灵 继而陷入经营困境 他促请政府做好外卖配送平台的监管 定定相应监管机制 保障行业有罪发展 和消费者权益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订阅我们的频道